海关破获力尼最大冲快艇走私案 检获大约价值1亿2千万的货品 拘捕4人 海关检获的6万多件货品 包括名牌手袋和衣饰 2.3吨的鱼翅 海芯和燕窝等名贵食材 也有186公斤瓶艺物种 总值大约1亿2千万 海关说就市行动上个星期三 在流浮山海边进行 与内地只是几分钟船程距离 当日天气恶劣也有利掩饰 由于货值高 不法分子也提高警觉性 走私集团雇用了一些快艇 在附近的水域巡落 在那儿看看有没有执法的船隻 另外在陆地上 他们也有一些走私集团的成员 在走私的落货点 就进行一些看水的活动 而甚至今次我们第一次见到 就在走私集团用一些无人机 就在天空上做一些监控 海关说当日快艇逃脱 之后突击搜查三个新界仓库 在上水新城路一个地铺 检获大批的走私物品 拉了4个35至62岁男人 包括集团的骨幹成员 海关说今年海上走私案 有上升趋势到现在有34宗 减获货值一共4亿2千万 分别比去年同期上升一成和一倍多 这个情况以往我们比较少见 我们估计可能是和香港海关 在今年我们加大力度 去打击一些海上走私活动 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以至一些走私的分子是有所避忌 先团积起一些走私货物 一次过就用一些快艇 或者俗称的大飞 将大量的货物走私回来 海关说今次收获的货品 来自世界各地 相信已经倒破这个走私集团 又强调管有或者非法进出口 贫泥物种 日境定罪最高可以被判监禁10年 以及罚款1千万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卓希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